大家好,今天请大家赏花 你看,今天这个花鞘 我知道花鞘是绿的,花鲍在里面孕育 但是后来看着看着,花鞘就变黄了 当时我心里第一次发生这样的事 当时我心里很着急,很嘀咕说,呀,今年难道又要消包了吗 你看这个黑的样子真的是很,让人很娇心 哎呀,就觉得,哎呀,怎么回事呀,怎么会,呀,又消包了呀 对呀,特别,你看,特别黑 结果没想到,哎呀,但是我是眼见着呢 因为如果它的花鞘在里面长大的话 它这个里面的花鞘里面,你会觉得它越来越饱满 确实我也看到它是越来越饱满 哎呀,当时心里就想,哎呀,那可能心血还是 心血还是有惊喜,真的是 但是后来花头慢慢的就伸出来了 然后花朵慢慢的绽放 这是一款非常漂亮的一个卡头兰 它的花比较大,但是今年却是比较小一些 这还是两朵,你看,两朵凑一块 它的这个,这一朵的纯瓣呢,是这样长 这一朵的纯瓣往上针 结果两个,两个纯瓣就凑一堆 你看,反而上一朵花 是吧,开得很有意思 他们俩今天要头,想要碰个头吧,亲个嘴吧 很好看哈,它这个颜色配的是非常的妙的 而且我今年这一棵,其实我当时是非常欣喜的 你可以看得到哈,我这个还没有分过盆 之前来的这个卡特兰,你看了,它之前的苗它只有这么小 只有这么小,这么矮,当时的可能有三个苗吧 大概是三个苗这样的来的,后来慢慢的就长哈 随着就是如果你的养护比较好的话 它的这个枝感,你看这一,今年这一枝哈 这是去年那枝哈,开过花了,跟大家都分享过 去年那枝的还没这么大,但今年这个枝特别的茁壮 哇,当时非常惊喜,你可以看得到哈 看,它这里边这个,哇,排行老大,就真的是它哈 看到没有,哎呀,就是后起之秀哈 真的独一枝,你看特别茁壮 当时,哇呀,给我非常大的这个惊喜 我说,哎呀,这一颗好呀 但是可能不知道,因为确实是夏天在外面长得很好啊 然后冬天还是搬到室内,还是怎么样 可能发生了什么事,我也不知道 所以但是会造成了目前的这个情况哈 花俏格外的发黑 但是还幸好哈,它还是出来了 这个卡特兰的名字是这样哈 再给大家看一下,是这个名字 如果大家在YouTube上面就可以 如果搜这个名字,可以搜到我之前几期哈 之前拍过它的这个情况 这个呢,我的这个卡特兰 真的是我入蓝坑的哈 第一批蓝花的中间的几颗哈 这是一个,你看,我就是用 嗯,树皮哈,加了一点那个 可以看到的话,一点珍珠岩哈 那样的混合的一个质料来种的 而且我一直没给它分盆哈 但是这个是,应该是第三年了 我没有给它分过盆哈 这都是看之前开花的这个 痕迹哈,都在这里 有一年是没有开过花哈 非常好哈,我个人非常喜欢 而且它是有一种 非常让人开心的一种香味的哈 在这里边 嗯,而且随着现在温哥华天气 现渐的变暖哈 真的,这几天哈 阳光比较好 然后,温度也比较高 十来度哈 到周末的时候 哎呀,我刚才也是在院子里哈 我不知道你那边天气怎么样哈 嗯,我刚才在院子里也是收拾了一些 那些去年的那些残花呀 落叶呀,什么的那些 旧的那些,呃,一年生的那些植物哈 都给它收拾了 呀,就觉得心情很舒服 哈哈哈,当然我的院子还要再收拾一下哈 还有很多,很多角落都没有弄干净 慢慢来 而且今年呢,有意思的 今年春天呢,是有两个二月哈 就按农历来说是润二月 嗯,我就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二月的话 按照我们的说法 有可能还会出现 倒春寒或怎么样哈 我不知道会不会出现反复 所以我今年院子里的植物呢 我现在还不准备去栽种它哈 或者是去种 但是我肯定会去呃,那些苗圃里面看看哈 现在陆陆续续呢 又有一些苗圃在开了 如果您在大温的话 您是不是也要去逛哈 期待我们能偶遇哈 嗯,今天呢 呃,就是拉拉扎扎就讲了这么多哈 卡特兰我是觉得 如果像按照现在的天气 你肯定是不能把它搬到室外的 虽然呃,它白天的温度哈是比较高一些 到了十度,八度,九度 但是晚上呢,还是呃,只有呃,一度,两度左右哈 我觉得这还是不建议 我非常建议就是如果您安全起见呢 肯定是夜间温度到呃,八九,八九度,十度哈 持续那么一个天气的时候 您再把这个卡特兰之类的搬出去哈 那样是比较安全的 而像我这样的呢 我,我自己有个经验就是说 如果您有卡特兰 你想要它更多的开花 那么现在,因为如果您在温哥华地区哈 因为它天气阴雨,冬天的阴雨天气比较多 光照不好 除了补光之外 我,我觉得就是阳光对他们来说 真的是最好最好的资源哈 那么你尽可能像在现在这个时候 您尽可能,因为现在太阳多起来了 您尽可能在这个时候呢 让它适应比较多的光照哈 那么到冬,到夏天的时候 你把它搬出去呢 它就有一个这样一个适应的一个过程 就不至于让它就是你一下 可能你在家里把它摆的 本来位置就不好哈 不够光照不够的地方 然后你到夏天的时候 可能您看了我的频道 就猛地给它搬到太阳底下晒 那样是,我觉得是不太好的哈 一定是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而且卡特兰呢 总体来说在兰花里头 像这种卡特兰 真的印,叶子非常硬哈 帮印的 非常硬哈 非常结实的印子也很厚 像这种兰花呢 我是觉得它一个是 资料,我觉得选这种树皮资料吧 混合一点资料是非常适合它的 但是到它生长的忘记 大光大水大肥 对于它这种兰花来说 是非常合适的 当然我只能说是在兰花种类里面 它是大光大水大肥 是适合兰花的 你不能跟说 如果别人说了 大光大水大肥 你可能会想到玫瑰啊 什么的 我们栽在地里的那些哈 那个是不一样的哈 那个是可以强光的什么大太阳 暴晒的那种 特别是在温哥华地区 其他的地区我不知道 但在温哥华地区 他们是可以那样 但是咱们的兰花哈 只是说在兰花的品类里面 它是喜欢强光照的 但是特别是在温哥华地区 像如果是前两年哈 有那种酷暑的天气 暴热暴晒的时候 那我还是希望哈 建议您给它搬到 不要再强光那样暴晒 高温暴晒的一个情况哈 那样我觉得也是不适合它的 但是在一般情况下 像温哥华的夏天 那你给它足够的光照 因为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然后水肥都跟上 我相信你的卡特兰 也会长得比较好好 其实我真的哈 我现在真的是 我结实的花有越多 我心里其实就越感慨 哎呀真的是能人哈 大神仙女们太多了 很多人养花养得特别好哈 我这个真的 我真的还是一个初学的阶段 一个小白的阶段 而且这段时间 就是有的事情又比较忙 然后要拍视频呀 家里又没有很安静的时候 所以呢 就是有一些拖延哈 有一些没有跟上 同时呢 我自己的兰花的品种 确实还是更新换代的不够好 不够快哈 可能让您有点失望了哈 但是我希望就是 我的频道就作为您 就是生活的一个小伙伴一样哈 我们能在这里 唠唠嗑 因为有的兰花 有的东西呢 可能也没有那么容易哈 去断舍离哈 也不可能说每一次 都能买很多的新的花哈 能够能够买过来 那么我们就把有限的呀 一些花把它养好 长了足够的经验 知道哪些花是适合自己的 养护的这个经验的 哪些花是大家都公认的 比较好养的 或者是哪些公认是比较美的 那这样的话 如果展够经验的话 我们再去找很多的自己心意的话 我想那时候也是为时不晚 对吧 也不会成为花的杀手 对吧 少杀点花也好 好 那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好 那我们下次再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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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